11月9日 鸿海主力最新波段布局进度 作者,A大 鸿海会在11月14日召开法说会 公布第三季财报及第四季展望 从鸿海第二季财报来说 大概能知道H系列对鸿海的毛利率及获利贡献的程度 第二季营收是增加18% 本业盈利增加4成 第三季因为有苹果手机加大了分母 所以本业盈利增加的幅度应该是不会像第二季这么夸张才是 现在会进到鸿海中投资的人 看的不会是H系列的AI伺服器 大部分的人都是冲着12月份准备出货的GD200 这是高单价的AI伺服器 鸿海掌握了更多高毛利率的关键零组件 现在近来玩波段的三大法人 一定就是会玩到明年第一季到第二季财报开出来为止 因为第一季及第二季是鸿海的传统淡季 消费智能的营收会大幅度的减少 AI伺服器是在云端网路中 明年第一季及第二季云端网路的比例应该是会和消费智能差不多才对 还有可能超过消费智能 以第三季及十月鸿海的云端网路营收来说 一个月大概就是2000亿 这还不包括GD200 今年第一季鸿海消费智能的营收6365亿 按照目前云端网路一个月能赚2000亿 鸿海说一季比一季好 12月会开始出货GD200 明年可能一个月都2000多亿了 第一季光云端网路营收都有可能来到6000多亿 甚至是7000亿 这样就已经超过了消费智能 当云端网路占鸿海总营收比例够大时 才比较容易看得出来GD200对鸿海毛利率 盈利率及获利的贡献程度 既然GD200会在12月份开始出货 鸿海第四季也算是消费智能的旺季 也就是苹果手机还是卖的很多 光一个月的GD200营收 这是很难看出GD200对鸿海的影响程度的 所以三大法人目标就是会至少看到明年第一季及第二季的财报 也就是5月中到8月中之间 这很符合外资群玩一个波段半年到9个月的时间长度 上一次三大法人是做多鸿海4个月 花了两个月时间出货 最近一个月三大法人又开始进货 到明年3月底时 了不起就仅是开今年第四季财报 这时GD200对鸿海的贡献还不明显 不过营收应该已经都能看出来了 明年1月、2月及3月 虽然看不到这三个月的获利情况 但至少营收就是会大幅度的增加 如果散户看到鸿海营收大幅度增加时就愿意进来买单 那对三大法人来说 一样就是做多4个月 要是散户要看到第一季及第二季财报出来才愿意进来买单 那外资群就必须要把时间拉长到6到9个月 也就是要去看鸿海第一季及第二季财报 其实看到第一季财报后 大致上就知道GD200对毛利率及获利的贡献程度了 所以刚好是三大法人玩波段的时间长度 差不多就是从布局到出货 刚好有半年左右的时间力多才会出现 一般散户都是看到营收及获利出来才会冲进来买 三大法人也是知道这件事的 现在三大法人就是慢慢地买 偶尔还会顺着股市波动让鸿海股价波动一下 今天第二段我们就聊一下指数化投资 美债 高股息ETF 价值投资及投机 大家应该会看到不同的流派 例如指数投资派 不然就是美债派 有一些就是高股息ETF派 还有价值投资及短线投机派 这些人之所以彼此说服不了彼此 那是因为他们只在他们的点上看事情 我这样说好了 很多指数型投资人 他们说自己的指数型投资强盗美朋友 觉得指数化投资天下无敌 这时你问他懂美债 高股息ETF 价值投资及投机吗 他会和你说他就只做过指数化投资 这种人不知道其他金融商品的优缺点 然后就大言不惭地说指数化投资最棒 剩下的金融商品都不行 这就是有失偏颇 我以前是从短线投机起家的 在短线连续6年打败大盘一倍的报酬 所以我对短线投资是有很深刻了解的 我最近7年在做价值投资 我相信很多人也是有眼睛的 我在2019年开始持续的复利在投入鸿海 现在鸿海股价已经218元了 我在短线投机及价值投资都赚过钱 当我了解这两项商品后 其实我就能了解指数化投资 高股息ETF 价值投资及投机的优缺点了 因为指数型投资和价值投资几乎就是一样 唯一的差别就是一个是指数 一个是个股 指数化投资长期必胜 但就是不择时及不去找甜美价 价值投资需要价值投资时要素 所以能知道个股什么时候出现甜美价 从这里大家应该就能知道 价值投资的报酬率一定会比指数投资高 因为你需要了解更多的知识 一般你做指数化投资 你就是无脑的一直买 你也不用看什么价值投资时要素 就是有钱就买 没钱就报 当你了解价值投资及指数化投资时 你就该知道不该用指数化投资去打价值投资 也不要以为指数化投资能赢价值投资 毕竟指数化投资啥都不需要了解 也不需要知识 这种报酬率了不起就是市场上的平均 当我懂价值投资时 这时我当然也能了解所谓的高股息ETF 一般高股息ETF买的也是个股 我只要从高股息ETF持有的成本股股利率 我就能知道高股息ETF能配给投资人多少股息 再去扣除管理费及换股手续费后 高股息ETF铁定是会输价值投资及指数化投资 之所以高股息长期会输指数化投资 原因有两个 已是高股息ETF太常换股了 指数化投资 例如0050 一年下来可能持有3000亿的资金 也许就只会换5%不到的持股 而高股息ETF动不动是把所有的持股换掉 这成本是很高的 加上高股息就是持有一些不会成长的个股 指数型会持有高成长的公司 时间久了后 高股息ETF一定是会输给指数化投资的 接下来是美债 这个称不上投资 了不起就是理财 你就去看一下股的利率 再看公债值利率 然后就没了 简单到绝望 很多网红在那说的一副很神的样子 我认为公债和定存其实是差不了多少的 公债有一点像美元定存 会有人说自己是美元定存之神吗 真的就是来搞笑的 最后就是投机 所谓的投机成功的人一定是最少的 你要懂投机8要素 而且要克服股市中文银的政府及券商 这两个角色会一直向你收交易税及手续费 当你能克服政府及券商后 接下来就是要打败专业的法人 还有经过长期淘汰后留下来的高手 投机是赢者全拿的游戏 所以报酬率一定就是最高的 但就仅限高手能拿到很多的报酬 想要当投机高手 你必须要有充足的知识 要一直去关注市场的变化 要了解三大法人的习惯 要了解散户的弱点 要克服自己的人性弱点 最终就是在股市中和别人进行一场又一场的决斗 大家要记得一件事 投机和价值投资不同 像我们在鸿海中价值投资 我们如果赢了 我们就是一直赢 我们也没有做新的决策 单纯就是当初的眼光好 接着用时间换取合理的报酬 投机就不同了 你今天做了一个决策 然后赢了 这和你明天和别人的胜负是无关的 你每一次的决策都会产生一个新的结果 而你在和别人对战时 你都要给政府集券商钱 当然时间拉长后 你会赔钱的几率很大 从我上面这一段几分钟的话 大家应该就能看出我的功力如何了吧 我之所以敢一直在说指数型投资 高股息 美债 投机哪儿有问题 那是因为我真的是了解这些东西 我也能透过这些东西赚到钱 我分享给大家的市价值投资 这是能让最多人同时获利的方法 也是所有项目中报酬率算高的 就仅输给投机 之所以不带大家投机 那是因为投机的赢家仅是少数 有6万多个人订阅我的频道 每天有几万个点阅率 我和大家说 如果我要是分享投机 带大家投机 6万多个人了不起 只有一万个不到能赚钱 重点是大家就是勾心斗角 所以投机不存在大团结的 我了不起就是分享你投机的原理 想要投机那就是你家的事 我全部的策略都懂 所以才有资格去评论好或不好 大家按赞并留言 价值投资是报酬率相对高 而且成功率大的一种方式 比指数化投资及高股息ETF高 因为指数化及高股息投资时 会被发行商收管理费及换股手续费 文章主题内容如下 一、鸿海主力最新波段布局进度 二、提倡指数型投资 及主动投资人的问题 三、财富累积需要先有知识 再靠时间累积 从9月20日到11月8日 主力买超情况如下 花旗环球买超44738张 新加坡商瑞银买超31283张 台湾摩根市单利买超30175张 摩根大同买超25777张 元大正确买超25360张 富邦正确买超20330张 美商高盛买超18221张 永丰金正确买超18070张 港商卖隔离买超15646张 元富买超13713张 香港上海汇丰买超12921张 台湾汇丽正确买超11197张 国泰正确买超10284张 统一买超8537张 群一金顶买超8362张 所以从9月20日到今天 美龄还是买超7417张的 佐多外资群及主力势力已经形成了 花旗就是第一主力 买了44000多张 花旗环球买的这44000张中 有11000张是10月20日买的 买在211.7元 花旗环球在10月买了33000张 均买价在207元 瑞银玩得这么屎尿 竟然是买超第二名的主力 最近买很凶的大摩 买了46000多张 但从9月20日开始到今天 仅买3万张 这几天我们有追踪大摩买超情况 大摩买了25000多张 有1万张买在218元 有1万张买在217元 有5000多张买在218.85元 所以大摩买超的股票 都是在218元 大家光看大摩就知道 目前股价风险不会太大 因为大摩大买的股价都在218元 瑞银买到的这3万张 有9000张是在10月15日买的 均买价在204.56元 有1万张在10月17日买的 均买价在207.18元 小摩买的成本在205.69元 所以买超前几名的成本 都是在205到218元左右 这些外资群及主力 就是冲着鸿海GB200行情进来布局的 现在还处于布局的阶段 所以还没有想要去引诱无知散户进来 大家要记得一件事 当三大法人布局完后 他们一定会有一段时间让散户赚钱 越无知 越敢追价的越会赚 这就在当初鸿海股价在132元以上到160元那段一样 三大法人明白就是送无知散户钱 目的就是让他们进来买 并且让一些在外面观望的人心痒痒 那些人在外面一直笑进去的散户傻 结果无知小散户就一直赚钱 敢进去当冲 玩短线的也会赚钱 现在距离这样的情况还有一点距离 最近我看鸿海中的短线课很常会被教训 一些偏空要去踩三大法人点的被教训是很自然的 但现在进来短线做多的也不见得容易赚钱 再配合三大法人买超情况 就是买在205到218元 还持续的再买 所以很明显三大法人现在是在布局吃货的阶段 不想让短线进来的散户赚到钱 因为让散户容易赚到钱 就会有越来越多的散户进来和他们抢股票 现在进来做空的主力 这等于就是要给里面做多的三大法人死 那三大法人自然就是要全力整死做空的主力 从9月20日到今天 原本新增的26万个股东减少了9039人 千张以上的超级大户增加42个人 买走了股票22万0735张 从9月20日到今天 200张以上的中实户 大户及超级大户清一色增加 合计增加了77人 买走股票242840张 会有人问为什么从9月20日开始看 道理也很简单 因为Fed在9月19日降息两码 并说经济没有立即衰退的疑虑 接下来外资群就连续几个交易日大买台股 买了1000多亿回来 大家看一下散户的行为 之前市场担心经济衰退 所以一直卖掉手上的股票 散户就一直买 天天买 买不停 结果到9月19日开始 大方向确定了 就是没有经济衰退的疑虑 外资群卖掉8155亿会买回来的几率很大 结果散户在确定经济没有衰退的情况下 看到股价上涨 反弹 他们回本货解套就一直卖 红海中的散户平均是买在194元 他们敢一直爆 看到190元 180元 170元 160元都不为所动 结果胜负已分 分说经济没有衰退 外资群也真的开始买回来 结果他们就是反弹就开始卖 最终回本时就已经少了近8万个散户 现在小赚也是卖 前一阵子新闻 媒体 网红 分析师说川普当选后 台积电及红海就完蛋 所以散户就一直卖 累积到今天已经少了9万个散户 大家觉得这些散户能赚很多钱吗 其实就是赚个1% 3% 5% 了不起就是10%的料 赔的时候可以赔10% 20%都不为所动 结果会回本马上卖几小赚就跑 这就是散户在股市会赔钱的原因 永远都是大赔小赚 这一次是让他们狗屎域买到有价值的红海 当他们卖了后 他们就会去买别的公司 这种个性持续的换股票 迟早是有一天买到垃圾股 买了后股价跌下去是一辈子都涨不回来 这时散户就能一直很有耐心的一直爆 就算爆3年 5年 10年都不在话下 这一周红海上涨10元 红海股东人数减少7705人 股东人数从907,445人减少到899,740人 千张超级大户增加了16,103人 800到1000张的增加11人 增加股票9703张 红海股东人数已经连续7周减少 合计减少9万人 本来新增了26万人 这些股东买在194元 这就是所谓的洗筹码 大家想一件很简单的事 当初进来买红海的人 他们的投资观念及意志不一定很坚固 但只要透过股价波动后 就能知道哪一些人是自我心里面很弱 投资观念差 这一定就是骗不了人的 我在股市中这么久了 我看过太多人常在那说 自己很有信心要长期投资红海 要看红海的AI百年大行情 但时间就是会验证一切 是不是价值投资者 你自我心里面够不够健全 很快就是一清二楚 留下来的人就是真正的价值投资者 出局的就是随便说说的 所以三大法人把股票 以均价194元卖给26万个散户 这13大法人是不知道 哪一些人是意志不坚定的 最近一个多月三大法人 进来买了26万张 会把股票卖出来的股东 就是没有信念的 所以三大法人 透过一买即一卖 就能完美地区分出里面的股东 是不是顽固着 会留下来的就是会和外资群 一起玩下一个波段 出去的散户有一些会酸言酸语 有一些会在纳狗废火车 其实那些都是没有用的 三大法人最近一两个月 买了26万张 这时就能把一些意志不坚定的人 都洗掉了 想一件很简单的事 留下来的股东 他们连股价波动都不怕了 怎么可能去怕一些低级投机客 在纳狗废火车及酸言酸语 接下来鸿海要开出第三季财报 这一季还是只有H系列的AI伺服器 现在进来投资鸿海的人 大部分都是冲着GB200机柜型AI伺服器而来的 鸿海在GB200有取得更多高毛利率的关键零组件 目前谁都不知道这些高毛利率零组件对鸿海贡献有多大 所以没有人敢真正的看空鸿海的 现在就是属于想象无限好 最近进来的外资群及主力 他们敢买在205到218元 他们也知道GB200的续航力很强 他们也不怕之后散户不进来 只要鸿海的GB200开始出货 首先营收铁定是先向上喷发的 这时市场还没有看到获利 三大法人只要奋力一拉抬股价 自然也不会有人敢去挡三大法人 以三月鸿海上涨的情况来看 三大法人是敢向上拉一倍 所以三大法人在把股价拉离开自己成本趋时 那时很有可能就仅是其涨点 不怕死的散户如果在那空 很有可能会被折磨四个月 后面还会再向上打一个锚点 也就是最后一段是上涨的又快 又凶又猛 新闻说台积电竞卖大六七奈米晶片 陆场报内幕不是断供 三星也做同样的事 受到美国制裁影响的华为 传出一次透过白手套公司 向台积电下单七奈米晶片 引发美国关注 对此陆媒报道 台积电宣布将于11日起暂停 对所有大陆客户提供 七奈米及以下制程的代工服务 不过消息人士透露 此举并非断供 而是要求配合核查客户投片资料 针对集围网报道台积电 向大陆AI晶片与GPU晶片客户 发送正式电子邮件 表示将于11月11日起暂停 提供七奈米及以下制程代工服务的消息 台积电表示 不评论市场传闻 并重申作为一家守法的公司 始终致力于遵守 所有适用的法令与法规 包含出口管制法规 科创版日报报道 大陆两家可能采用台积电 七奈米代工服务的AI晶片公司 都表示不予置评 但一家国产算力晶片企业的股东人 证实了部分媒体提及的情况 上述人士表示 不止台积电 三星也向他所投资的企业发送邮件 表示正在核查所有客户的投片资料 他强调 实际情况并非如网传的于11月11日起 停止向客户提供七奈米代工 而是要求配合核查 消息人士也透露 三星那边告知企业 接下来很可能要禁止 但具体禁止哪些范围的产品 还要等待通知 报导引述晶片业内人士指出 台积电先前已明确表态 只能为客户公司的自研项目流片 试产 而不能为客户 从其他企业获得的项目流片 这是因为台积电 不可能不考虑规避美国制裁的风险 不止台积断供晶片 美要求ASML 日商和三美器交出大陆客户清单 台积电断供大陆晶片只是第一枪 英国金融时报8日披露 传出美国众议院中国特别委员会 考量国安问题及危及台湾安全为由 以致函荷兰半导体设备商ASML 日商东京威力科创及美商英才 特林研发 特雷 提供中国客户清单 为了阻绝中国取得先进半导体晶片 台积电已经通知中国IC设计公司 自11月11日起停止为中国客户生产 最先进的AI晶片 报导认为 台积电收紧和停止对中国客户的先进晶片供应 可能让阿里巴巴和百度等 中国大型科技公司的AI梦想和计划受挫 南华早报9日报导 美国众议院中国特别委员会考量国安问题 以致函荷兰半导体设备商ASML 日商东京威力科创及美商应用材料 特林研发 特雷 要求这五家公司详细说明 其在中国的销售状况和客户清单 美国众议院中国特别委员会主席穆勒纳尔表示 中国购买晶片制造设备 不仅有助于中国向俄罗斯战争机器供应晶片 而且还威胁到台湾等邻国 中国也将借此降低受到美国制裁的限制 同时还会让中国在人工智慧等关键领域继续取得进步 这些领域是美中战略竞争的核心 美国国会议员认为 借由ASML 日本东京威力科创及美商英才 特林研发 特雷等五家公司所提供的资讯 将有助于中国特别委员会了解晶片制造设备流向中国 以及在中国晶片制造基地所发挥的作用 市场上有很多指数化投资喜欢去批评主动投机者想赚钱想疯了 也有不少的主动投资者会去笑话指数化投资者就赚这么一点 其实我个人站在短线、中线、长线、投资及投机都能赚钱的赢家角度来看 其实这些人就是彼此不了解对方罢了 当你想要去批评指数化投资、美债、高股息ETF 主题是ETF钱 你必须要了解这些金融商品 而且最好还要能用相同的方法去赚到钱 这样你在说指数化的优缺点时 就会特别的有说服力 很多主动投资者、投机客 当充客常常在笑指数化投资者 但他们对指数化投资的好处是什么都不懂 了不起就只能三言三语的去批评 这种言论不会有啥好处的 以我个人来说 我敢去说美债ETF问题在哪 我就会知道如何使用美债或美债ETF这个工具赚钱 也会知道美债的优缺点是什么 填美价在哪 以之前有人说美债是送分题 我在说美债时 我也不会说买美债就是傻子或是送钱 因为这很明显和事实就不合 当你买美债时 你确定是能得到固定的报酬 而且时间拉得越长 你能在美债赚到钱就是在自然不过的事 当你不了解美债时 有人会和你说川普会让美债利率来到6% 美债会违约 美债会无止境下跌等 当你不懂美债时 你的脑波自然就是会比较弱 当你了解美债值利率和一般利率相关时 你就不会觉得美债值利率会无止境的提升 以目前为例 美债跌了两个月 很多人已经陷入恐慌了 所以什么鬼话都信 但跌了两个月后 美债值利率就是和现在的利率差不多 以目前来说 美债值利率才是和一般利率差不多 之前市场在炒经济衰退题材时 大家是预期经济会大衰退 所以才会提前去买美债 因为市场觉得经济完蛋了 未来利率一定会降到2% 甚至是1% 还会预期降到0% 但后面经济数据平稳后 市场就发觉经济还是很强劲 自然就不会再去幻想经济大衰退 当经济没有衰退的疑虑 之前太多的资金从股市中抽离出来 在经济没有衰退疑虑时 资金当然就是会回到股市 这也是为什么股市会上涨的原因 世界上的资金就是仅有一套 当资金流亡股票 聪明的资金就会想 离开4%的美债 可能投入股市短时间能赚个5% 10%甚至是20% 所以近两个月很多美债的资金 就从美债抽离到股市 大家发觉股市上涨了10% 债券下跌了10% 现在利率就是和公债值利率差不多 当有人和你说公债利率会来到6% 这就仅是鬼扯而已 以目前大家看Fan的点证图 就是预期2026年利率会降到2.87% 我就问一句 如果美债值利率到2026还是维持在5% 你觉得资金会不会从美元定存移到公债呢 一定会的对吧 这有什么好说的 白话文就是 你看到一些台币优存的银行 你就会想办法把钱移到利率更高的银行 看到哪间银行推出更高的美元定存方案 自然也会有人把资金移到该银行 所以只要有利差 资金一定就是会移过去的 所以你和我说美元定存利率2.87% 公债值利率6% 你就是说给鬼听的 大家看一下20年公债值利率和Fed利率 虽然没有很完美的一模一样 但会跟着起伏是确定的 这很符合聪明的资金会往高利率地方前进 如果你不信 如果Fed利率2% 公债值利率6% 那我就去向银行借额到3%的资金 然后去买20年公债来套利 那岂不是发大财了 所以公债值利率会和Fed利率有一定的联动的 前几天Fed才宣布降息一马 有一些散户还在那恐吓说川普上任了 公债值利率会涨到6% 要散户快逃 如果你的基础知识不足 你当然很有可能会被一些坏人给骗了 当我能告诉你公债值利率的原理后 我当然是有资格去批评美债这个金融商品的优缺点 优点除了长期问营外 台湾在鼓励公债ETF的交易 所以不要交易税 而且公债ETF不需要扣税 不过不代表投资公债不需要缴税 而是在美国就被扣了 也就是之前就被扣了 所以不需要重复的扣税 当你买债券后 长期就是稳赢 但报酬率就是4%左右 还要被ETF发行商扣0.2%左右 这种金融商品的股价是会随着利率波动的 会这样的道理很好动 当利率越高时 公债值利率也要越高 所谓公债值利率越高 代表公债价格下跌 买公债的坏处就是不能跟着公司一起成长 公债的利率就是摆在那了 如果你投资鸿海 5年前鸿海净值83元 一年赚8.32元 5年后净值来到110.12元 一年能赚10.25元 投资鸿海除了每年有得到5%左右的股利率外 还得到5%的净值增长 这就是会反映在股市中 这也是为什么长期股票市场会优于债券 有人说买到债券股价比较不会波动 这就是鬼扯了 国泰美债20年才两个月的时间就跌了10% 所以美债ETF还是会下跌的 如果你在利率10%买到 利率升到5% 你会发觉你的公债ETF股价会跌更惨 所以公债是稳赚 但股价还是会波动 股价稳定性是输给电信股的中华电信 远传 台湾大哥大 如果资金比较大的 买电信股比较不利 买债券比较有利一点 资金小的就是买电信股 这样你不用扣税 还能退税 买债券及电信股 你了不起就是每年4%左右的报酬 剩下的你就不用再幻想了 你也不用被恐吓公债还会再跌 毕竟非前几天也才刚降息一马 现在你还会被一些人鬼扯的觉得美债还会下跌 那也活该你当韭菜了 说完美债后 大家应该是能接受我去批评美债 因为我说的就是完全在理 不会说美债发大财或美债闻死的这种傻话 接下来我再批评高股息ETF 最近大家应该会发觉不少的新闻开始在那和你说实话 说高股息ETF股利率8%到12%不是常态 是高股息ETF经理人帮投资人去玩差价赚来的 所以不一定能一直长久下去 当高股息ETF经理人没办法再赚到差价时 高股息的股利率就会回到成分股的股利率 听到这后 大家发觉原来那些人不是傻而是坏 他们也是知道我说的是 但当初为了赚更多的管理费 换股手续费 业配费等 就一直睁着眼睛说瞎话 当初我在念高股息时 我就一直强调高股息ETF持有的成分股股利率仅有3% 扣掉每年0.5%的管理费 及0.5%的换股手续费后 绝对不可能长期配8-12%给投资人的 股市中稳赚的就只有公司经营赚来的获利 大家想一件简单的事 高股息ETF规模这么大 每一档都2000亿 3000亿 你和我鬼扯高股息ETF可以长期帮散户赚到差价 然后配出8-12% 你这是骗鬼啊 当你的规模越大时 你能得到的就是市场平均的报酬 台湾这么多高股息ETF在那买来卖去 有人输就有人赢 政府及券商每年收几千亿的交易税及管理费 所以高股息中会有人胜出 当然也会有人失败 所以不可能所有的高股息都配长期8-12%出来 最近有人说配个6-8%也不错 听到我也是觉得好笑 我敢和大家说 高股息ETF长期下来不但配不出8-12% 连6-8%也不可能 因为高股息ETF持有的公司股利率就仅有3-5% 每年有良心一点的会收1%的管理费及换股手续费 每良心的每一季都全换 一年是会收到2.5% 公司稳赚的是3-5% 高股息ETF经理人是要去拿升6-8%给投资人 所以我批评高股息ETF 我也会给你我认为有问题的点在哪 如果不服气的人 你可以留言告诉我 你觉得高股息ETF每年可以配出8-12%或是6-8%的方式 你就是想破了头 都没有一家高股息ETF发行商感和你说一定能配多高 他们知道高股息ETF单纯就是片片散户的管理费及换股手续费 后面配不出这么多 那就一句话 投资一定有风险基金投资有赚有赔申购前因详阅公开说明书 接下来就是主动投资及被动投资 正常来说被动投资指的就是买指数型货0050 之前有一位网友一直想要挑战我 他就是拿0050出来和我单挑 我从头到尾都是认为买指数化投资及0050会赚钱 这一点没什么好怀疑的 所谓的指数就是由几千加上市及上柜公司组出来的 公司每年赚5-10% 配出4-5% 没有配出来的就是留到公司成为净值 接着复利继续赚钱 所以长期下来指数化投资的报酬率一定是会有相当水准的 之所以我认为我买的鸿海能打败指数投资 道理也很好动 鸿海是台股第二大全职股 鸿海当初股价净值比也才0.9倍 大盘指数的净值比是1.56倍 相较下鸿海就是比较便宜 而且鸿海每年是能赚资产的10% 配出5% 而大盘就仅是赚5-10%配出4-5% 长期下来当然我会赢的几率很大 这时会有人说指数化分散投资 风险比较小 鸿海身为台股第二大全职股 其实风险已经很小了 而鸿海本业 业外籍投资的子公司 加起来几百间 虽然比不少台股是几千家 但鸿海等于也是一家ETF了 投资鸿海的好处在于 股价净值比低于大盘外 也不需要被0050每年吸血 0.45%的管理费 大家不要小看这一点管理费 你每年稳赢的就仅有5-10% 每年政府要抽你股息的二代健保 还要把股息纳入所得税 所以多赚0.45% 长期下来一定是会有影响的 时间五年半过去了 现在鸿海股价净值比1.98倍 大盘净值比2.65倍 大盘的净值还是高于鸿海 不过鸿海从0.9倍涨到1.98倍 合计上涨了120% 大盘从1.56倍涨到2.65倍 上涨了69.87% 很明显鸿海是赢过大盘的 这还不包括鸿海每年配出的股息 还优于大盘 上面的算法单纯是用指数算 没有扣掉ETF会收的0.45%管理费 所以最终当然就是鸿海胜出 这有什么好说的 有人和你说指数化投资不好 其实也没有什么不好 长期下来一定就是稳赚的 这没有什么好说的 接下来再来说另一种主动投资者 也就是短线课 投机课及当充课 这种人能产出的赢家并不多 不过也不会是0 想要成为主动投资短线赢家 你要具备很充足的知识 这时就会产生一个很有趣的问题了 一般散户会想 我就10万 30万 50万而已 你叫我看500本书 然后去学投机8要素 价值投资10要素 了解股市所有的规则等 我哪有这么多美国时间啊 嗯 这就是为什么主动投资短线课很少的原因 如果你的资产到一定的水准时 其实你就是透过指数型投资 不然就是找到有价值的公司投入 时间久了后你就能赚到足以让你财富自由的资产 但资金很小时 你不可能去做指数化投资 也不可能做价值投资 如果你很年轻就开始的话 你确实是能靠时间去累积 我说过 财富自由三要素 知识 资金及时间 第一项知识是最重要的 你有知识后才有可能投资赚到钱 工作赚到本金 使用金融负债先去预知未来的薪水之类的 如果你觉得自己平凡无奇 就是好好工作赚本金 找一档有价值的公司或指数化投资 这时接下来需要的就是很长的时间 也许五年 十年 甚至是二十年你就会开始有感 过程中你一定就是要持续的投入本金 这样才会有复利的效果 在股市中比较多的主动输家 他们是资金小 也不想学习 又想要快速发大财 这种就是妥妥的肥扬了 就以我来说 我当初在短线中六年未长一败 我在未长一败前也是失败了七年 所以我是股市中淘汰赛存活下来的人 我只要能存活的越久 我就是越强 一些小散户啥都不懂 拿着钱就想要进到股市大杀四方 铁定就是会被里面的人去分走他们的钱 首先拿最多的就是政府及券商 你每一笔买进及卖出时 政府及券商都会抽交易税及手续费 大家会看到新闻及媒体常常在恐吓一些小散户 说股市要崩盘了 不然就是假日鬼故事 这都是能让政府及券商发大财的资讯 当你想要当短线课及投机课时 你首先要了解政府及券商每年会稳赚几千亿 所以短线世界一定就是很残酷的 除了政府及券商外 接下来就是三大法人 还有厉害的高手及劳手 确实股市中也会有一些小肥羊 尤其在成交量很大时 只要肥羊够多 你恰好能打败其他的肥羊 你就能赚钱 但股市不会永远都大多头的 当空投来了或是盘整期 这时就是高手过招了 政府及券商依旧稳赚 但肥羊人数大幅度减少 剩下的就是存活下来的高手 法人在对决 如果你的功力不够强 自然就很容易会被教训 所以从指数化投资 美债 高股息ETF及短线投机 你唯有懂才能去说出优缺点 我之所以敢去批评 很多投资及投机的方式 那是因为我都懂 我也都能在那些方法中赚到钱 很多人这辈子就只会指数投资 然后就觉得指数投资天下无敌 以为能打败所有的人 当遇到我这种高手后 就只能被我教训了 当他了解指数化投资 了不起能打败八成的人 就是赚市场上的平均 自然就不会有什么奇怪的优越感 就是平均罢了 之所以他会有优越感 那是因为常常遇到八成的输家 时间久了后 他们就会觉得指数化投资天下无敌 其实有其优点 也是有缺点的 新闻说 红海、海大、阳明海运基金会三海合作 推动基隆山海环境教育 国立海洋大学 红海科技集团及阳明海运文化基金会 六日签署合作备忘录 结合成三海 由海大提供知识 阳明海运基金会进行推广 红海提供资金 携手推动海洋环境教育 期盼将永续海洋文化 从基隆这座山海城市向外扩张 三海携手推广环境教育 叛与海共好称普世价值 海洋大学 红海集团及阳明海运基金会 昨日举办盟签署典礼 三方要携手投入海洋保护 海洋环境教育及海洋文化推广 共同推进海洋永续发展 海洋大学副校长阳凡华说明 先前已与红海合作 如今加上阳明基金会 成为三海计划 海大水产养殖学教授李孟周解释 三方本来各自进行海洋教育 透过合作由红海提供资金 海大提供最新海洋知识 基金会负责推广 让更多社区民众了解海洋永续 海洋科技等新观念 基隆是有深厚历史的山海城市 要让这些文化 知识从基隆向外扩张 将在本月16日 23日 于阳明海洋文化艺术馆举办 关于鱼谷 海洋酸化的课程 后续也会有海大规划更多活动 阳明基金会执行掌龄一正表示 三方也将合作推广海洋保护与环保永续技术 包含新式鱼胶应用 珊瑚富裕技术 海洋碳汇 海洋塑胶微粒及海洋生技与应用等 就像民主是台湾的DNA 希望环保永续 鱼海共好也成为台湾人普世价值 海洋大学副校常染繁华提到 海大先前已与鸿海双海合作 再加上阳明基金会 成为三海计划 费剑材再生鱼胶打造海洋牧场 最快明年可投放 鸿海去年鱼海大牵帽 致力于创造海洋生态多样性与循环资源永续利用 其中一项便是与增红环保合作 推动循环资源海洋牧场 该计划向在地回收商搜集废弃建材 经处理后再运用3D裂印技术 印出适合不同物种生存的鱼胶 营造出有利于水生动植物棲息与觅食的海洋牧场 改变传统直接投放水泥块 船舶 电干入海的造胶方式 鸿海副总经理暨环保厂红荣松说明 海洋生物棲息环境的研究与3D裂印技术 都是海大擅长的领域 经过了一年半的努力 已成功建立了鱼胶示范模组 该示范模组上周开始投入试验池 若测试没问题会在今年底投入岸边的九孔池 进行海中环境测试 待一切测试通过 预计在明年春季开始实地投放在近海中 此外 双方也正进行稀有种鱼类富裕 过去一年半之内投放了约3.5万维鱼苗 判促进海洋多样性与增加渔获 红荣松说 红海近年也在内部推展环境教育 持续鼓励同仁与家庭 社会相互结合 扩大环境教育的影响力 透过活动增进了红海员工及亲友 对海洋保育认识与参与度 也期望不只是公司的投入 更能扩散到社会大众 十月AI概念股的营收都开出来了 红海是第一家开出的 云端网路有稍微低一些 有一些人会觉得是不是AI伺服器需求变弱了 我则是提醒大家 十月份台湾放了三到五天的台风价 北部放三天 南部放到五天 所以台风对于AI伺服器的营收 一定就是会有影响的 大家先看一下AI概念股十月营收 红海十月营收为8048.47亿元 月增9.80% 广达十月营收为1358.93亿元 月减12.39% 为创十月营收962.85亿元 月减0.6% 为以十月营收为新台币353.81亿元 月增率2.54% 因夜达十月营收646.85亿元 月增14.99% 很明显十月AI概念股在月增都表现得比较不好一点 有很多AI伺服器是在台湾制造的 红海有红百科技 广达有云达 所以台湾放这么多天的台风甲一定就是会影响到AI伺服器的营收 既然十月被影响到了 那十一月就多补一点回来 所以十一月AI概念股的营收一定都会表现得比较好 红海的GB200在12月后开始出货 所以红海十二月营收就是会特别的突出 台风甲算是天灾 这没有办法 十月底时又来一个台风 各县市在放台风甲就变得比较谨慎一些 不然没风没雨的县市也在那跟着别人放 这是会影响到公司营收及员工收入 有一些公司较好 台风架是会给薪水的 但很多公司你放台风架是不会有薪水的 尤其是越烂的公司越不会给 一些在比较烂的公司收入都很少了 又少了几天的收入 那生活一定是会被影响的 我把AI概念股十月营收都列出来 原因是我认为红海十月云端网路本来就不该减少 因为第四季要做到一季比一季好 云端网路十月至少是要增到1100亿 结果才增加800到900亿 还是稍微有一点落差的 红海母公司这一次财报算是最晚开的 接下来红海一些子公司会开出财报 目前开出的工业复联 获利288亿比去年第三季的274.9亿多13.1亿 红藤精密还没有开出 复制康第三季获利1.71亿 去年损失6.48亿 一来一回增加了8.19亿 去年第三季亚太电信还在红海本业中 今年第三季已经可以扣掉12亿的亏损 一来一回等于就是赚了12亿 红海拿了亚太电信换了远传 第三季还能领到股息 红海持有远传4% 远传股本360亿 所以红海持有14.4万张远传 一张配股息3250元 红海有14.4万张 红海不用赔12亿的本业亏损 还能拿到4.68亿的股息 红海业外部分 真顶开出了财报 第三季获利年增进5成 红海可以列任真顶约10亿的获利 比去年多了3亿左右 所以目前红海开出的第三季本业 及业外都是优于第三季的 红海去年第一季因为有下谱打消资产减损200亿 去年第二季及第四季都有靠活化资产 才让业外更好看 不过去年第三季红海是没有活化什么资产的 所以去年第三季红海的业外获利仅有110亿 去年第三季业外关联企业及合资 有赚到28.35亿 算是近十几季的新高 因为下谱已经打消了资产减损 未来下谱有赚更多钱的几率就是会变大 最近市场一直在炒红准 说红准拿到GB200的散热零组件 不过GB200是12月才开始出货 红准第三季获利不会比去年第三季多很多的 昨天红准的股价被炒到被要求开出9月获利 单月获利0.25元 去年第三季0.76元 所以按比例来看 今年第三季红准的获利应该是会和去年第三季差不多才对 有人说红海第三季营收和去年第四季一样 所以第三季获利应该会是3.83元 去年第四季是因为有活化资产 业外获利来到179.7亿 所以这是不正常的业外获利 从这里就能知道不能用去年第四季营收1.85兆 今年第三季营收也是1.85兆 所以第三季就是要赚3.83元 不会有这种事的 想要红海第三季赚到3.83元 除非本业营收特别的亮眼 业外也不能有太多意外 文章出自A大个人股市研究观察记录 红海操作片 快点快点快点 好害啥吧 好害啥吧 摇滚去的朋友们 拿周理人乐请来 红海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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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油加油 加油